造化弄人,保罗伤后第二篇伤情报告,CP3的话,球迷不想听到,北京时间5月25日上午,火箭队主场对阵勇士队,谁赢下这场天昂山之战,就意味着水里总决赛,甚至总冠军更进一步,虽然火箭这边哈登全场低迷,但是在保罗下半场的强势发挥下,修成人成功守住主场,但是令人伤心的是, 保罗在最后时刻因伤退场了,毫不夸张地说,保罗的伤情牵动着所有NBA球迷的心,不管是不是火箭队的球迷,他值得所有人尊敬,就连一度公开发声,表明自己讨厌保罗的讨心思,都向CP3送去关怀,他发推祈祷保罗能够健康,毕竟保罗可以说是火箭队最值得信赖的一个点了,回顾整个季后在, 哈登十零十不灵的表现,充分证明了保罗的重要性,今天同样是如此,哈登整场比赛三分球十一投零中,可谓是惨不忍睹,但是即便这样,保罗依靠着自己一个个神奇的进球将勇士队推向了悬崖边上,他把球队带到极其有力的境地, 但是令人难受的是保罗真的受伤了,从保罗上退离场开始,所有人都在时刻关心他的伤情,赛后保罗离开球馆时,他单独坐上一辆车去接受治疗,当时他被问到情况如何,保罗答道, 我还好,我会没事的,值得一提的是,比赛结束时是当地时间半夜,第二天上午,保罗再次透露自己的伤病情况,这次保罗改口了,not good情况不太好,这是火箭对内人士透露的消息, 克里斯保罗对于自己的腿筋伤势不太乐观,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这是球迷们不愿意听到的回答,一心可望昔绝的保罗如今圆梦了,但是这也是保罗离总冠军最近的一次,然而造化弄人,保罗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受伤,但愿下场比赛,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努力打球的身影。